一個老將 周俊三 羅金梁跟黃春雄 在經過大陸假愛的一個洗禮之後 我想他帶回國內的一個觀念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說不僅是個人的技巧之外 尤其是身體的對抗性 我想給國內的球員有很大的一個衝擊 我們倒是可以透過這次的瓊斯威 剛好呢 新浪回國來參加這樣一個比賽 我們可以看看有什麼脫胎換土的地方 讓我們實際 親眼能夠來看看他們的表現 不過 邱大東教練倒是有提到過 就是目前他們並不是在球技當中 所以一個職業球員來講 這個狀況的調整非常重要 不過我相信這些老將是有辦法 在國內球員面前有好的表現 所謂老將 老將最有經驗 就是怎麼樣去調整他自己的體力 那他們今天的敵手是非常年輕的加拿大代表隊 那這次的代表隊並不是國家代表隊 而是他們的大學冠軍隊 那這一所大學冠軍隊呢 雖然去年他們並沒有拿到加拿大冠軍 不過今年決定從他們拿到加拿大這個大學冠軍之後呢 他們也是在加拿大來講 傳統的一支大學的強 對 沒錯 尤其是像能夠獲得加拿大學的一個冠軍 我想很重要就是他們的一個團隊的一個戰力 這個團隊的戰力不只是進攻 我想比較恐怖的應該是他們的團隊防守的能力 能夠在大學的聯賽拿下冠軍 我相信他們的團隊防守能力一定非常的具有這個侵略性 對 所以今天新浪隊呢 我想尤其是控球後衛 或者是這個節奏的掌握 應該是這場比賽呢 怎麼樣去掌握住比較好的節奏 避免自己的失誤啊 不要讓分數一下子拉開 我想新浪隊就有機會呢 來跟加拿大隊育博 沒錯 好 那麼簡單的聽到這個智慧為大家介紹兩支球隊最近的近況之後呢 我們接著來看看昨天第一天賽程到今天目前為止呢 這個整個出賽的一個戰績表到底呈現什麼樣子的一個態勢 只有兩支球隊有出賽的狀況 我們看到韓國隊呢 昨天是擊敗了俄羅斯隊拿到一勝 那麼日本隊是擊敗了我們中華隊拿到一勝 那另外中華隊昨天是輸球隊一敗 俄羅斯也是長下一敗的戰績 今天呢 還有其他球隊陸陸續續的要登場呢 爭取最好的成績了 所以我們看到昨天第一天轉播的中華隊滿可惜 在最後一秒當中是輸給了韓 這個日本隊的三分球呢 讓很多球迷非常非常傷心 不過沒有關係 昨天傷心情緒呢 睡過一覺都忘記了 今天要以一個更快樂的心情來看看新浪隊 有沒有辦法呢 為我們在這場比賽 讓所有現場球迷感受到非常非常開心 好 那 來看一下今天呢 接下來 除了這場一開始的新浪隊加拿大比賽之外呢 我們現在呢 比賽還有幾分鐘就要開始了 那利用空檔時間呢 我們把這場比賽 雙方的先發陣容呢 透過圖卡讓大家瞭解一下 在加拿大隊的部分呢 分別有三號的Sherrer 還有四號的Parker 五號 呃 對不起 還有八號的Watery 以及十三號的麥克里修 還有十二號的Hor 那麼在中華 在新浪隊的部分呢 那十四號的周俊三 八號的劉一祥 十一號的賴國鴻 十三號的羅新良 還有十五號的黃春雄 所以以這樣的陣容來講 我們看到內線有劉一翔 賴國鴻 還有黃春雄 這樣一個陣容似乎在一開始呢 就不準備在進去裡面有失守的一個狀況 對 尤其是黃春雄現在一開始呢 就排出打三號的一個位置 當然黃春雄在大陸假A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在這個三號位置可以說是表現相當好 也是新浪隊在中國大陸就是說 他們的勝負的關鍵 往往就在春雄的這個三號位置的一個表現 所以今天我們也滿期待的 看春雄能夠在今天這場對加拿大的比賽呢 能夠有這個大陸假A的那樣的一個水準的話 今天這場比賽真的是會精采可惜的 對 那麼以剛剛先發戰友來看到 加拿大隊的這個先發武武將呢 高度方面來講呢 也都在 哦 最高的這個HOLD 還有這個206公分 其餘呢196 那麼他們在後衛部分來講 其實高度就跟新浪隊差不多了 185跟191 所以這個一開始的 雙方的一個先發球的陣容來講 高度來講是平分秋色 而且你要講肌肉的話呢 我們的肌肉也不會比加拿大隊的這個肌肉來的小塊 因為我們可以非常明顯 從待會的畫面上看到 新浪隊這些球員到大陸去之後 經過了這個長期連賽的一個征戰 而且他們同時加強自己的體能 訓練自己的肌肉 現在每個人都跟健美先生一樣 沒錯 再加上呢 有幾位比較年輕的新舅的同場 我想在這一次的城市杯當中 千萬隊的這個反動球員啊 也是讓大家值得期待的 包括控球後有陳輝可以來擔任替補 另外我們看到楊哲宜也加入 那我們看到這個熊仁正 當然是在替補的這個第一人選 這幾位都是相當有經驗的 而且在這個身體的對抗性方面呢 就從東冰剛所提到的 是長期征戰下來 他們知道怎麼樣利用自己的身體 就取得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出手的時機跟做防守 所以今天這場比賽 雖然加拿大是一個大學的 這個冠軍隊伍 不過我們相信這一批 所謂在國內來講 真的是比較成熟的一個球員 應該知道怎麼樣 來面對加拿大隊 對 起碼他們不會 像比較年輕的中華隊 有可能領搶壓力過大放不開 他們比較沉穩 畢竟他們都是老大 可是球技方面 還有在經驗方面那樣 都是更上一層的一個階段 沒錯 好 現在這場比賽呢 馬上要開始來跳球 看來應該是要讓黃春雄 先來跟加拿大隊的12號 206公分的Haul來跳球 這球跳球之後 被加拿大隊給拿到 加拿大隊開始 現在一開始採取一個半丁人區的防守 不過外線加拿大隊 一開始 似乎是很快的掌卻 掌握了這個體育館裡面的籃框了 剛開始的13號的麥克林說 一個擋兩個 製造出這樣的一個機會 羅興梁 這個就是羅興梁有經驗 厲害獨到的地方了 對,我們也看到 一開始就展現羅興梁的 這種對抗性已經出來了 好,希望會再拿到快空要發動 羅興梁在左邊 兩顆假動作 但是呢 也造成了加拿大隊的3號 Sherber的犯規 連續這兩個球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新浪隊的 主要打2號的羅興梁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第一個球呢 其實他第一個進球 就是要搶一個犯規 對 而且第二個球呢 當他面對呢 防守的球員已經站好位置的時候 他還是 至少他可以站到一個犯規 對 所以在場上來講 掌握狀況 這樣的一個程度來講 羅興梁是國內的 數一數二的球員 對 我這個罰球 第一球力道稍微